煮菜叶蛋,怎么煮才能更入味 而且拨开你看,表面有漂亮的大雷石花纹 刚好选哪种,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我是频道王老师 今天我们就一起做一个五香菜叶蛋 哪五香呢? 香叶,小茴香,八角,桂皮,丁香 刚好五香 香料装包后,用清水清洗一下 撒过来,水烧开后,先下我们清洗干净的香料包 煮菜叶蛋,当然离不了菜叶,红茶 用小火慢慢把菜叶和香料的味和颜色煮出来 煮出红茶,自然的颜色 你看,就是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做这种状态 不用加一滴酱油 然后关火,让它自然凉下来 因为开水像鸡蛋,鸡蛋容易炸开 煮出来的菜叶蛋不完整,没有卖相 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处理一下鸡蛋 新鲜的鸡蛋,清洗干净 重点来了,鸡蛋的源头,轻轻磕一下 不能磕得太厉害了 以防止煮的时候,咋厉 轻轻磕一下,只要是为入味更理想 磕好的鸡蛋,然后放入放凉的柴叶汤中 然后开小火,慢慢烧开 煮柴叶蛋的方法有很多种 有的是凉水下锅,把鸡蛋先煮熟 然后再放入柴叶汤中 我们今天呢,是把生鸡蛋轻轻磕一下 放入发凉的柴叶汤中 这样做出来更滬味 沸腾后,继续五分钟,鸡蛋就凝固了 然后把鸡蛋皮直搁挑破 然后调入盐 一粒冰糖 搅拌均勻 加盖,再用小火煮五分钟左右 这个茶汤里的盐要作为调的重一些 这样,菜叶蛋入味就刚刚好 五分钟时间到,离火 砂锅呢,保温性特别好 蒙一晚上 因为菜叶蛋呢,讲究的是少煮多泡 这样做出来的菜叶蛋入味颜色更好 泡了一晚上的菜叶蛋,捞一个 剥去西袋皮,你看这个花芒就出来了 剥开后的菜叶蛋你看 清晰的大理石红花纹很漂亮 这样我们的菜叶蛋制作完成 终结一下 一,煮这个菜叶蛋丝 中熊一个原则,少煮多泡 这样做出来的菜叶蛋更入味 而且大理石红花纹更漂亮 二,煮这个菜叶蛋丝 切记用小火,不然容易砸裂 不完整,没卖相 三,煮这个菜叶蛋 用具也是有讲究的 最好用撒锅或者不锈钢锅 不要用大切锅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小吃虽小,也有大学旺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 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忙